您好 歡迎收看2000整點新聞 我是新話 為您新聞話重點 流量訊息 帶您看到 劉家昌與珍珍的兩岸罵戰再度登場 劉家昌今天又在大陸的微博上面 細數兒子的幾大罪狀 大罵他不孝 詳情交給記者洪怡婷 音樂人劉家昌一號發文 再度開展前妻珍珍及原名 劉子謙的兒子張立衡 他爆出珍珍寵快兒子 張立衡從香港的小學被退學後 一路轉學轉到臺灣 一藏就是十六年 而在十六歲時 還曾經喝醉暴打警察 甚至珍珍曾經在北京的旅館 替兒子召集 常文中還指出 第一次他幫兒子出專籍時 並未干涉 找來吳敦幫忙 但成績頻頻 兒子不順心開始酗酒 後來吳敦介紹公司一個女孩給他 劉家昌很滿意 但珍珍擔心兒子被拐走 請來算命 卻算出女友會客南方的事業 導致兩人分手 接著兒子出了念你走紅 但珍珍擔心他的路走偏 切除所有參與念你的工作人員 案指示珍珍控制了他的工作發展 劉家昌更補充 自己被珍珍批評愛賭 賠掉婚姻 但他表示離婚時留了二十億的家產 猜測珍珍至少敗了十億 對於指控珍珍尚無回應 張立衡則PO文說 劉家昌誣陷自己和母親 搞敲詐與勒索是癡人做夢 母親已經表達得很清楚 法律程序一定會走完 好家務是一團亂麻難以說清 更何況中間還牽扯到了財務糾紛 不過劉家昌跟珍珍還有他的兒子張立衡的兩岸罵戰 現在呢可以說是越演越烈 我們今天就邀請到我們的娛樂組的組長 慈音也是我們的康樂股長來到現場囉 慈音晚安 嗨 大家好 家昏 不是 新華你好 我太久沒來了 嗨 大家 好好好 不要緊張 不要緊張 不過接下來呢 這個劉家昌跟珍珍的愛恨行仇啦 真的是局勢越演越烈了 我們可以看到呢 他自爆他兒子的罪狀 甚至還衝上了微博熱搜 那麼慈音師幫我們整理了 主要拿幾大的面向呢 我先說我今天下午開始知道 他現在微博PO這個文章 我一直滑滑滑怎麼滑不到底 總共算了下3900多個字 將近4000個字 我剛剛想說好好再拜讀一下 所以你看各位 我印出來是總共要5頁這麼多 我1頁甚至是分3欄呢 你看他講這麼多 所以到底裡面是控訴了哪些罪狀呢 我們這邊有非常清楚的這個 我拜讀之後 取列出的讀者文摘一些重結話要 就是家昌幫我們畫重點 到底家昌在氣什麼 對 家昌已經不是第一次氣噗噗 這算是他第二次有發這麼長的文章 其實這一次的重點更多 大家都覺得 喔 好像更八卦更辛辣一點點了 第一個呢 他先罵的就是說 這個珍珍啊 他藏了他兒子16年 說那個劉子謙跟我們沒有受過教育 怎麼會是 其實一開始他是有先把劉子謙 先送去香港讀書 然後還說還請了邵氏那邊去捐一個圖書館 才可以進到他們非常非常好的小學去讀書 讀一堵沒多久之後 就發現怎麼又不上課了 然後珍珍就說喔他感冒不舒服 所以後來又去找了一個上海的學校 讓劉子謙 我這邊都講劉子謙啦 雖然他現在改名叫張立衡了 就是要讓劉子謙繼續去讀 結果讀沒多久劉子謙又說 喔就是又不想讀 又開始不上課了 那這時候又把他調去台灣讀書 但也是一直就是他從共從香港讀到上海到台灣到美國的學校 所以那個他爸爸劉家昌才會說 這16年來到底有沒有好好的受過教育 第一點這就是他罵了 這邊已經罵了大概四五百個字了吧 然後接下來呢再說喔 就是劉子謙呢 就是除了不愛讀書之外也很愛玩 所以呢他就是又買了名車 雖然劉家昌有跟珍珍警告說 你不要買太多車給他 又很容易出事 果然呢第一次買車的時候就已經好像有出過市 第二次呢 這個珍珍是買了一台寶石捷給他 結果買了寶石捷還真的出事了 為什麼 因為他就開車結果出車禍 而且還傳出車上載的是這個大陸國家領導人的兒子 那通常是曾經重點過的這新話 是不是只要有跟國家領導級的人的人混在一起 是不是即使出事都會被戳掉 就是有的時候事實的會被和諧掉 對 所以這件事其實到今天劉家昌講了之後 大家還想說原來有這麼一回事 所以微博很多人就討論說 所以是大家應該更好奇的是 到底跟他一起當時開車出去的是哪一個兒子 這是他第二個爆料的點了 第三個呢又說 喔這個劉家 這個劉子謙啊曾經未成年就酗酒 酗酒就算了還大鬧這個酒吧 而且當時坐在他旁邊的是誰 是一個公安局的局長 這個根據劉家昌他自己的文章裡說 對方是浦東公安局的局長 還直接拿酒瓶把他給K破頭 這件事也是隱藏到現在大家才知道 那接下來這第四點 我今天這個很多的話題 這個新聞報導的標題就是用這一個了 就是說這個劉子謙當時去北京呢 宣傳他的唱片的時候 劉這個他媽媽真真是有幫劉子謙 有招記的這個行為 那其實在大陸喔 這個招記是不合法的 最近也是常常看到 欸有些大陸藝人可能就是有這個 就是性交易的這個行為 所以就會被抓去關 所以劉家昌說他其實是有點先底牌的 他覺得這一次忍無可忍 才會把這個隱藏多年的事實 都講出來了 最後一個是 喔還說因為劉子謙就是一直很失控 所以當時劉家昌就跟他其他的一些 唱片圈的好友就討論說 欸那是不是就乾脆讓劉子謙交一個女朋友 然後鬧上媒體版面 這樣媒體可以順便監督劉子謙的交友狀況 所以他就真的交了 對方好像也是一個算是有頭有臉 你要是在唱片圈相關人士的女兒 劉家昌非常喜歡這個妹妹 就覺得欸還不錯喔 但是呢他根據劉家昌自己也說吧 他說真正不喜歡 真正呢好像就是怕這個女生 會把劉子謙給拐走 所以喔就開始去算命 然後以算命的這個說法 去挑撥離間跟這個劉子謙說 啊這個女生不好 他會讓你的這個心路不順 等等什麼什麼的 就把人家弄分手了 劉家昌就說人家是個好好一個女孩子 你就可以弄成這樣子 所以這是第四個 他數落真正的部分 最後一個呢還說 喔這個因為劉家昌大家都知道 其實他也是出道很久 手上捧紅了很多無數個明星 也當過電影導演也寫過歌 所以其實版稅收入都蠻高的 這身家自己說有20億 但是呢因為真正之前就一直爆料說 劉家昌好賭成性 這一次劉家昌也不忍了 就說我20億家產有10億是被你敗掉的吧 你看這邊我列出246 總共6點這4000個字裡面 其實就是這6個重點這樣子 洋洋灑灑這麼大一片 已經佔據媒體非常多的版面 一開始我們都試圖要聯絡珍珍跟兒子 這個劉子倩都沒有回應 後來呢兩個人都是在他們的臉書 自己發表了回應 首先呢是劉子倩先毀了啦 他就說喔這劉家昌這些說法 根本就是故意用來這種勒索的方式去敲詐 然後他在罵他說這根本就是吃人說夢 還說其實這個媽媽早就已經表達說了 法律程序一定是會走完 所以就是沒有要因為這個爸爸說的這些話 就會可能欸守守之類的 過沒多久其實珍珍又打破沉默也說了 甚至他用非常重的四個字 說是寡連仙齒 對 然後其實這個上面沒有提到的是呢 珍珍後來還說 如果你對自己這麼有自信 那你應該去江西大陸那邊的司法院 他說你去那邊啊 去好好的把你之前做過的事 一五一十的說出來 並且還說其實劉家昌這些行為 都已經違法了 如果再這樣下去 其實受傷的是誰 其實只有劉子謙 好的我講到我口有點口了 把這四千個字 終於好好的整理完了 確實喔這個洋洋灑灑啦 其實他整理出這些罪狀 我覺得對於不管是劉子謙 以後在社會上做人 還是要重新付出進入演藝圈 都是很大的殺傷力 因為光是這個從事性交易 這大陸會被列為劣跡藝人 是會被這種廣電總局封殺的 非常的嚴重 還有這些不法的行為 還有國家領導人 這也是很多大陸網友關注的點 到底是哪個領導人出事了 所以這個話題呢 其實沖上了對岸的微博熱騷 而同時呢 我們線上的網友 William也donate了150元 我們請慈音幫我們念一下 看到國家好久不見 真的是好久不見 所以剛剛就有點緊張 不好意思 抖一把雞排真奶宵夜基金 也慶祝我們的化妝點 溫如半週年了 謝謝謝謝 然後謝謝慈音 還有我們的TVBS編輯台 還有我們的彭內攝影大哥 以及我們每次常常來幫我們對談聊 時事的所有新聞部的同仁 我真的是感謝大家的支持 讓化妝點新聞的內容非常的豐富 那回過頭來 我們要繼續請慈音帶我們來看到 其實珍珍呢 算是一代的女明星 而且是大明星 但她過去似乎也曾經出書 細數自己的感情物 其實珍珍今年已經80歲左右 但是其實算是 她現在這幾年亮相都是短髮 雖然看起來好像有一點點 還是比較資深的感覺 其實她在年輕的時候 非常漂亮 當時還被說是第一代的窮咬女郎 漂亮到什麼程度 其實她是有兩任婚姻的 在劉家昌之前呢 她的前夫是謝霆峰的爸爸謝賢 而且謝賢呢是這個珍珍 根據她自己的說法是她的初戀 兩個人呢在20幾歲的時候 這個珍珍的時候 是拍電影去認識謝賢 所以兩個人因為拍電影相識 然後拍沒多久呢 1971年是合作電影去認識對方的 然後在1974年呢 就跟謝賢閃電結婚了 而且傳說那時候要結婚了 那個珍珍還怕媽媽會生氣 所以是瞞著媽媽偷偷去結婚的 結果沒想到才剛辦完 這個結婚手續媒體知道了 爆出來了媽媽氣得要死 但後來還是算是成全她們了啦 只是這個閃婚也閃離 這婚姻只維持兩年多 1976年就離婚了 離婚的原因之一呢 就有說是因為劉家昌的關係 其實劉家昌在珍珍結婚之前 也是有前一任婚姻的 可是那時候因為珍珍就是非常的漂亮 她在年輕的時候呢 長得是非常的有氣質 眼睛大大顆的 然後瘦瘦的 然後笑起來啊 都很有氣質 所以除了迷倒謝賢之外 也迷倒了當時已婚的劉家昌 所以傳出這個珍珍跟謝賢 當時已經快要離婚的時候 劉家昌啊還曾經有一次呢 是去直接跑去珍珍的拍片現場 把她拉到樓梯口 然後偷情她一下 珍珍還想說現在是發生什麼事 但也是那時候可能就是跟 這個劉家昌開始有認識了 後來呢她跟謝賢離婚之後 就跟劉家昌也越走越近 劉家昌剛好那時候也離婚了 所以兩個人呢後來就結婚了 在美國登記結婚這樣子 不過其實雖然她這個珍珍跟謝賢 是閃結婚 但又閃離婚 但兩個人其實關係 一直都還是友好的狀態喔 不然這個珍珍 怎麼會在她自己的自傳裡 還提到謝賢 她其實還是有說 她有點後悔 就是離開這一段婚姻啦 覺得年輕真的是太衝動了這樣子 而且兩個人感情好到什麼程度 也不是說感情好 就是還有在聯絡 因為呢 珍珍就是發了她的自傳 是在台灣有舉辦簽書會 記者會 謝賢還特地從香港飛來台灣 替這個珍珍站台 可見他們其實算是還是有聯絡一下 彼此的感情啦 但看在劉家昌眼裡 剛剛就不是滋味 就還說離婚了還在講這個 怎麼還會講前夫的事情呢 所以當時好像有在媒體上 也是有罵了一下下這樣子 那對 以上是這個珍珍的情史的部分 後來跟劉家昌結婚過後呢 結果沒想到就是發現 這個劉家昌好像嗜毒成性 後來維持不到幾年 也婚姻破裂 但是是隱秘的離婚 沒錯 因為就是 因為就是 他的兒子 對 然後結果沒想到最後還是公開 然後演變到現在 變成撕破臉的結局 也會讓人覺得是蠻唏噬的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個兩性關係 還有父母關係中的破裂 受傷最深的 我覺得往往是中間的孩子 也就是劉子謙 過去的劉子謙 現在的張立衡 而且其實新二代 又是大家備受矚目 會被放大警示的一個族群 在十多年前呢 他也念你出道的時候 你的詞音剛好有去專訪過他 那個時候的張立衡 也是過去的張立衡 現在的 過去的劉子謙 現在的張立衡 你的印象是什麼 那他當初走紅的方式 據說是黑紅嗎 當然 因為其實大家說到劉子謙 我們現在還是同意講劉子謙 不好意思 因為大家可能比較印象 是這個名字啦 當時大家應該一想到他 就是想要念你這一首歌 那一句歌詞真的是太洗腦了這樣 那時候他那一張專輯 是其實他的第二張專輯 說到劉子謙為什麼會進入唱片圈呢 其實他是有這個音樂的背景 因為後來大學呢 他是到美國去讀音樂學院 所以其實還是有一些底子在的 那張立衡爸爸劉家昌嘛 也是寫過歌 也捧紅了費玉琴啊 林青霞啊 鳳妃妃 哇這些天王天后 都是算是拜這個劉家昌為師父的 所以後來當然希望他兒子也是 寄爸爸的這個路嘛 所以可以去唱片圈 一開始劉家昌發的第一 不是對不起 劉子謙發的第一張專輯呢 叫做Mr.Y 當時他是簽約華納唱片 也算是非常大的唱片公司喔 不過當時可能覺得 欸怎麼好像雷聲大雨點小 大家知道喔他是劉家昌的兒子 可是歌曲好像沒有走出圈 沒有紅出來這樣 所以傳出後來劉家昌就覺得說 我自己的兒子我自己捧 所以第二張專輯呢 才會改由他就是來親自去製作 就產生了這個現在哄到 現在又讓大家重新再回味的 這個念你 你的專輯名稱是叫感動 那大家就覺得那時候會叫黑紅 因為就是歌詞洗腦之外 這個唱腔啊 有人說是刻意的啦 就是很鴨子嗓啊 然後就是故意唱得有點舞音不全 那時候還有被就是改編成海綿寶寶版本 所以才會因此在網路上很紅 還穿著在香港 在那年代是有賣到15萬張實體專輯 其實銷量是真的不差的 可是就是因為這個黑紅 再加上因為爸爸那時候都是一直捧他啊 陪他去開記者會啊等等的 所以也讓他貼上了爸爸 就是這個靠爸族 對這個標籤 不過當時劉子謙算是蠻高EQ 他說沒關係爸爸開心就好 所以大家想說 欸父子感覺感情很好啊 那一陣子劉子謙確實 因為這首歌開始有上通告 曝光率高一點點了 不過他上一張專輯 就是在這個念你之後的兩年後 當時大家都想說 哇延續著念你的氣勢 你應該就是可以繼續紅了吧 不過當時根據我去採訪的時候 感覺得出來劉子謙他面對 這個媒體的態度 雖然都是有問必答 只是他的態度就是有點說 喔對阿我就發了專輯 喔我就是公司叫我怎樣我就怎樣 什麼的 然後那時候大家就在focus他的戀情 他就說喔沒有啦沒有戀情 有的話就好就可以看得出來 他的態度就是很隨和 好像有點沒有什麼主見 大家就覺得他怎麼擺佈他他都OK 所以後來珍珍呢他自己就是接受 他自己有在臉書有一次就爆料 就是說其實會發唸你這張專輯 根本就是劉家昌逼劉子謙發的 所以當時劉子謙就其實已經做得不太開心 甚至是不太願意的這種狀態 才會讓他後來可能覺得 已經對唱片權有點絕望了 近幾年可能大家是注意到劉子謙 就是張立衡的時候 是要用這個名字去拍罪夢者 我不知道你還記不記得 Netflix的那一部 對跟張紹權就是也是算很蠻厲害的卡斯一起合作 但也是很可能當時那一部戲的風評沒有 評價沒有很好啦 所以張立衡是有點可惜 沒有再繼續這個在演藝圈發展下去這樣子 嗯所以其實新二代要承受蠻大的壓力喔 就是成功的話就是很多人追捧嘛 就說有其母或有其父必有其子或女 但是同時呢如果不是胭脂過硬或是才氣過硬 十分敬業的話也會被大家一一來解釋 所以真的是新二代呢闖淡演藝圈 也不是這麼容易的 而另外一方面呢我們可以看到近期 也是被家人拖累歌手朱海君傳出 現在他要付出了嗎 對我今天看到也是有點嚇到 其實一開始是先有他的身旁的朋友就說 因為大家都想說NONO都已經就是 前陣子有被北檢去可能調查 要去問訊等等的 所以那朱海君就一直 就等於說這個他們家裡的經濟重擔 全部都在朱海君身上了 因為NONO他的雞排店 那甚至他現在通告費全部都沒了 所以只靠朱海君偶爾會接接商演 那一場商演價嘛 大概十幾萬二十萬左右 那可是他最近也是曝光率那麼低呢 他怎麼活下來呢 是不是要離婚了 大家身旁的朋友是非常堅定的說 他們不會離 甚至還有一個說法是說 可能是要等到司法判決之後 如果真的NONO做一些什麼事 可能到時候再考慮這樣 但也有一說是 現在朱海君是搬回良家去住了 就是也可以好好冷靜一下 但說到朱海君 大家說是不是有付出的可能 因為在10月底的時候 看見他出現在屏東 那為什麼他在屏東呢 是因為他在錄一個就是 友台的節目呢 這節目就是會到可能中南部啊 去這邊做一些表演等等的 而這是10月28現身的時候 大家也有嚇到 不過因為節目錄影嘛 都是先錄呢 會什麼時候播呢 會不會把這段剪掉呢 電視台也算是 保密到家都說 還不確定什麼時候播等等的 不過最特別當然就是 這算是他捲入放播以來的 第一個電視通告 過去他是只有可能出戲一下商演 就是可能兩三首歌唱完 就離開現場這樣子 所以他現在這個行為是不是有可能 是想要試水溫的這個意味呢 所以是格外受到關注的 那其實朱海君今天就是 會登上媒體版面 是還有一說是 因為他跟他的唱片公司合約 年底就要到期了 他跟豪季唱片其實合作了 十幾年非常久 那也幫就是豪季唱片 幫他製作過這麼多首台語專輯 讓他拿了金曲獎 但是現在出現這個風波 所以就是傳出年底這個合約可能會到期啦 不過豪季唱片公司今天是有回應說 目前的工作是一切照舊 所以不否認也不承認 可能就也是在看看這個風向輿論怎麼吹 那另外還有他這個之前這個生技公司 大家也很關注 所以今天就有個說法說 那生技公司原來是跟他的親戚一起開的 不過後來因為帳目的關係 好像沒有分不清 所以後來朱海君也決定不想管了 但也讓他賠了幾百萬 可能也想說是親戚以償 所以也沒有去告上法院等等 就當作自己摸摸鼻子認賠了 所以在賠了這些投資的錢之後 然後自己事業遇到這個低谷 所以對朱海君來說 今年賞幣是真的不太好過 嗯確實 尤其是這個官司還在進行當中 而且上回NONO呢 接受檢調調查的時候 甚至還有進入這個溫馨市 來脫衣驗明證聲 所以其實外界也很關注 這個指控者到底屬不屬實 這個身體特徵是不是有符合 也會成為檢調去整辦的一個有力證據 我覺得像總統的消息 對於朱海君來說 也是承受很大很大的壓力 對那我們今天也謝謝慈音康樂股長 今天來現場陪我們聊娛樂 來看整個娛樂新聞史式的脈絡 然後洞悉娛樂圈的動態咯 我們謝謝慈音 謝謝大家謝謝新話 好再來回過頭來關注 帶觀眾朋友來關注的是國際間的焦點咯 尾巴衝突呢目前還在持續當中 而以色列呢已經針對地面攻擊 今天傳出他們集中火力 砲擊了北加薩的賈巴利亞難民營 導致50人喪生 而當中許許多多都是平民 而以色列方面也回應了 這一波的空襲呢 主要是為了殲滅哈馬斯其中一名指揮官 放眼望去一片霧蒙蒙 民眾在灰燼中哀嚎哭泣 並奔跑尋找失蹤的親朋好友 以色列國防軍隊加薩賈巴利亞難民 發動攻擊 造成至少50位平民葬身在無情炮火下 導致當地醫院內塞爆傷患 目的就說了要殺死一名哈馬斯指揮官 畢亞利 而以軍不止繼續擴大地面戰 還宣稱在一天內打擊300個目標 而且從巷戰一路打到地道力 就在以軍越來越深入攻打加薩之際 以色列總理納泰亞胡斷然拒絕 國際社會的停火呼籲 他強調停火就等於向哈馬斯投降 目前有超過8500名巴勒斯坦人死於炮火 如今南美國家玻利維亞開出第一槍 譴責以色列在加薩走廊犯下危害人類罪 宣布和以色列斷交 根據英國衛報報導 智利和哥倫比亞則召回駐以色列大使 而另外一方面哈馬斯是否也來柔性訴求了呢 他們忽然預告這幾天會開始釋放諸多 在10月7號盧走的國際人質 而當中其實有許多是阿拉伯世界國家的人質 他們也希望現在阿拉伯世界可以進一步斡旋 讓戰士能夠出現一些喘息的契機嗎 另外以色列也公布一個影片 他們把一處哈馬斯官員的關頂放置炸彈 並且將在爆破當中將關底摧毀 這棟建築物突然爆炸 在眼前硬生生倒塌 瞬間塵土飛揚 以色列國防軍釋出影片顯示 官兵在暗夜中潛入哈馬斯關底 安裝炸藥引爆 哈馬斯則還以顏色 以色列沿海城市阿什杜德遭遇炮襲 多輛汽車陷入一團火球 不過哈馬斯宣布 未來幾天將先釋放外國人質 哈馬斯沒有說明會釋放多少人 還有是哪一國人 但以色列擴大地面軍事行動 讓人質斡旋變得更加複雜 周二獲救的以色列女兵 她的媽媽出面感謝政府 以色列是鎖定人質防衛後 特別派特種部隊到加薩前往營救 三名巴勒斯坦姐妹在加州召開記者會 一邊哭泣一邊講述他們的爸爸和弟弟 飛去加薩拜訪親戚遭盧走 他們的弟弟人生第一次出國 沒想到就遇上劫難 TBBS新聞綜合報導 交點回到國內 今天在台南的街頭發生了警匪追逐 一開始警方發現了一輛車是失竊車輛 上前盤查 沒想到車上的乘客跟駕駛 看到警方上前立刻嚇得 開了車門拔腿狂斑 不過隨即被壓制 果然清查他們的身份 不僅開的是髒車 同時也是通氣犯 失竊髒車停等紅燈 遠近騎著警用機車上前包操 竟然遭到撞擊 這個時候前座兩人打開車門 分頭逃竄 遠近有人往左有人朝右 就在車來車往的大馬路上 展開追逐 短的不到30公尺 分別將拔腿狂奔的兩人 壓制在地 慌亂中跑到鞋子都掉了 車上另外一名來不及逃離的男子 也被賀賜下車怪怪爬地受檢 在國民路段發現一輛懸掛 失竊車牌的進口轎車 立即呼叫請求資源及尾隨 在國民路以大同路口 趁著該車停等紅燈時上前包操 10月31號下午3點多 警方在國民路追棄張車 上演街頭警匪追逐 嚇壞用路人 還好三名嫌犯都落網 其中21歲的駕駛涉嫌偽造文書 及妨礙自虛罪被發佈通緝 警方進一步搜索 在車內發現空氣手槍 一支刀械還有毒品吸食工具 一名乘客背包也被收除改造子彈10顆 三人當街逃竄被捕 分別被依毒品妨礙公務竊盜 以及違反槍炮條例等罪嫌送辦 TVBS新聞顧守昌 台南報導 而台南的殺警案經過一年多的偵查 還有庭審 現在終於有結果出來了 不過受害者家屬還是沒有辦法理解 認為這殺警的兇嫌林姓吳毫無悔意 被告林姓吳當庭向兩名殉職 遠警的家屬道歉 他說自己罪有應得很後悔 但是其中遠警徒英辰的二姐不接受 要求他立刻閉嘴 他說如果他真的有罪惡感 怎麼會在每一次開庭的時候 安坐在庭上 發呆放空甚至打瞌睡 甚至身形還變胖了 反而是他們的受害者家屬 還有死去遠警的爸爸飽受煎熬 殺警案歷經一年多的審理 終於開庭辯論終結 被告林姓吳當庭向家屬道歉 說自己罪有應得很後悔 但殉職遠警家屬難以接受 土明成的二姐還當庭要他閉嘴 如果你有罪惡感 你怎麼能夠這麼的神情自在 安詳地坐在那邊發呆 放空 然後還變胖 我們的爸爸媽媽 我們家人受到多大的折磨 都可以給誰聽 法官嗎 所以我們才會覺得憤怒 我才會說 我才會說閉嘴 不准說了 曹瑞傑的叔叔也拒絕接受道歉 兩家人質疑 兇手根本沒有罪惡感 道歉另有目的 是他有一點想要讓法官去斟酌說 他是有回憶的 我們是拒絕他的道歉 我們就覺得這一年多來的 開庭都是一個很荒謬的狀態 難過的永遠都是我們 可是做出事的人 永遠一派安然地坐在那裡 我希望林姓吳他可以被判死刑 追氣失竊機車 遠景土明成曹瑞傑 在2022年8月22日慘遭殺害 一年兩個多月過去了 案件還沒審完 受害家屬備受折磨 那因為是在審理的過程中 又有提出新的證據的調查 因為這個案子的那個 檢察官人數比較多 然後告訴代理人 以及律師的人數比較多 所以在確認停期上面 是需要花一點時間 法官裁定殺警案 將在11月23號一審宣判 殉職遠景家屬 違宜希望判處兇手死刑 QVBS新聞顧守倉 台南報導 有民眾到知名的回轉壽司店去用餐 那麼他單點了壽司 結果沒想到壽司 順著軌道運送的時候 直接掉了出來 讓他嚇一大跳 而店員呢 上前想要幫忙清理整理時 又打翻了醬油罐 醬油零了顧客一整身 一盤壽司經過眼前 想吃什麼任意一選 不想但可以直接點 只是如果遇到這樣的狀況 直接沒了吃飯的性質 有民眾在社群上分享 去連鎖回轉壽司店吃飯 單點品向送來時 壽司接連兩盤飛出來 掉到原PO的包包上 店家處理時 還不小心打翻醬油 遞到衣服褲子 事後業者表示會賠償2000人 並幫忙送洗 但原PO對於整個處理過程 非常不滿 自己的東西被用到 當然會不爽 就想要洗吧 搞不好還人家是新買的 如果是我的話 我覺得可以 因為至少我們只是 應該也不是故意的 所以是不小心的 業者表示還在與當事人溝通 只是在軌道上的壽司 怎麼會掉落 仔細看這家連鎖 壽司餐點檯面分成兩部分 下面是回轉台可以自行拿取 上面則是自行點餐送餐的部分 對比兩個速度蠻相近的 只是回轉台是平面的輸送帶 而上面的則是滾輪裝置 與其他品牌不同 貼文發出後就有網友推測 是沒有放好 還是在推到滾輪上的時候 速度太快被擠飛出去 之前就有日本書籍討論過 回轉壽司的輸送帶速度 最理想時間為每秒4公分 而業者則表示 這是屬於上業機密不便透露 不過上下兩種軌道的速度差不多 首點輸送台沒有比較快 而這次風波業者回應對於書 失聲表歉意 正在進行內部檢討改善 避免類似情況再度發生 以免民眾吃得不開心 TV新聞城市民藍庭 新竹西方報導 還有天氣變冷了 很多人喜歡喝粥品暖暖身子 但是卻讓自己收了荷包嗎 這是在花蓮吉安的市場 有消費者去買了腰子粥 結果沒想到這店家報價告訴他 一副這個腰子粥要850塊錢 消費者覺得也太貴了吧 天氣轉良民眾跑去花蓮吉安 黃昏市場買粥 只是刨出照片 只說一份雙腰子粥要價850元 嚇壞他了 我都覺得還好 還好 因為東西都是很貴 店家則是違居回應 表示有明確說價格 並不會為了點錢就砸了招牌 而且只要民眾質疑 還會直接報時價 表示這些價格本來就不便宜 他的容量就是850 然後我幫他分做兩碗 不是我租兩碗 我們在座邊經營要50年了 我們不會去把你們騙 要紙一幅350元 然後機稿丸半斤500元 差不多要300然後650元 你還要怎麼做成這樣嗎 老闆說兩個家在一起 煮成粥甚至一碗裝不下 分裝成第二碗 而且煮一碗不止很多工序 還有瓦斯水電費等等 在花蓮攤商機佛半斤的賣價 300到400元都有 而腰子一付則是100到250元 而其他縣市宜蘭機佛一斤600元 豬腰子一付150元 新竹價格也是如此 東部西部價格差不多 攤商表示腰子並不貴 如果雙腰子粥一碗賣 五六百元可以接受 但可能還是要看貨價多少 這回一碗週掀起論戰 第一篇新聞綜合報導 再來關注的是大陸經濟面臨困難 房地產暴雷金融體系 會不會引發連鎖性效應 還有目前的疫情之後 消費需求似乎補正 還有失業的問題 這些種種的經濟難題 是不是也讓大陸國家主席 習近平傷腦筋呢 因為中共中央六年來 首度召開了中央的金融工作會議 就是由習近平親自主持的 而在會議上呢 他也確實坦言存在一些金融風險 大陸首都北京大約40坪的公寓 以前頭期款得付300多萬台幣 現在只要200萬出頭 就能輕鬆入住 刺激一波買氣出籠 中國大陸10月擺成二手房 也就是中古屋 平均價格月增率 連續18個月下跌 就算釋出利多政策 房市照樣慘兮兮 恒大碧桂園接連爆雷 地方政府又在台高竹 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 在最新召開的 中共中央金融工作會議中強調 將把所有金融活動納入監管 但華爾街日報分析 過去投資者認為 房企有政府撐腰 大道不能倒的觀念已經過時 直言大陸爆發金融危機 不是不可能 在我們的德國企業客戶裡面 沒有一家撤離中國市場 或者準備撤離中國市場 有很多德資企業 不管是超大型的德資企業 還是隱形共同企企業 他們在加大對中國的投資 為了分散民眾資產 過度集中房地產的弊病 現在就連中國人行 也都鼓勵民眾買黃金保值 中國黃金儲備 也已經連續9個月增加 達到6869萬盎司 創下歷史新高 在經濟不確定性增加 地緣政治危險增加 整個國際貨幣的這種政策 也不確定的情況下 使得央行有更多的傾向 來增加黃金的儲備 英國金融時報分析 習近平為了打造金融強國 台面下的超級監管機構 已經悄悄運作 未來的金融自由度 恐怕更加收緊 是否是貨尚未可知 TVB的新聞綜合報導 而鏡頭在轉回國內 新北市有車主發現 交停在特地店家的門口 輪胎都會被刺破放棄 原來就是店家覺得 車停門口影響做生意 就有人按夜動手腳 而過去其實有很多店家 會透過市議員 向交通局來投訴 要求在門口畫紅線 但這中間其實有一定的 規定 而且就算畫了紅線之後 也必須繳交一定的費用 黑衣男半夜在街頭閒晃 緊盯著叫車 繞來繞去 沒想到下一秒 竟然拿出螺絲起子 玩下腰就在前輪和後輪動手腳 短短幾秒鐘戳破兩個輪胎 當車主來取車 簡直傻眼 回到事發現場 其實這個巷弄的路邊 是沒有畫質任何紅線或黃線 大家都可以停車 而當時有車主發現 他的右前輪跟右後輪 都被人刺破了 調先制器才看到原來是有人 拿工具都破壞 受害車主事後到派遇所報案 但42歲 賴性嫌犯 直到上了法院才坦承犯刑 工程不滿對方 把轎停在他娃娃機店門口 因此動手報復 破壞兩顆輪胎 如今被法官依照毀損罪 判處拘役50天 有些店家不需要他的門口畫質 停車格這樣子 車子停起來就像是擋住財路一樣 依照目前的規定 是可以申請圖銷停車格的 不過申請人等於每個月都要繳費 給交通局 依照新北市政府辦理 路邊停車場設置 廢紙及變更用途作業要點 如果民眾因為出入的需要 可以向交通局申請 廢紙路邊停車位 根據統計 新北市今年已經有24件 申請 依照這裡原本的收費標準 繳月費 假設這裡的停車格 原本每小時收費30元 以現行費率乘以8小時 再乘20天計算 等於每個月要繳4800塊 店門口有車位方便 顧客臨停是好事 還是擋人財路見仁見智 但一旦申請廢紙 大家通通不能停 每個月還得繳錢 而現在台灣的車市 會不會進入電動車的 戰國時代呢 Model Y的後輪驅動的車款 也進入台灣了 跟四輪驅動的車款相比 價格相對親民 大約是180萬元有找 但過去呢 特斯拉的系列車款 像是教育車的款式 都要200以上 其實還是有一定落差的 而同時呢 韓系的電動車 也大舉進攻台灣的市場 像是Kia 還有美國的福特 以及國產的納智捷 都紛紛開始佈局 Model Y的後輪驅動版本 登場了 外界好奇 那他跟之前就買得到的 四輪驅動版本 有哪邊不同呢 其實外觀上看起來 幾乎長得一模一樣 只是電池 少了大約15度 電池容量 四輪驅動75度 入門版的後輪驅動 變成60度 換算總續航力 少了大約100公里 馬力也少了100多批 但價格180萬有找 比Long Ranch版本 再便宜大約32萬元 純後續版本 但我覺得就是 一般市區代步 然後400多公里 你就算打個折300多 差不多也可以勉強 想看到台南高雄嘉義之類的 他這一款的推出 基本上可以再讓Model Y的 每個月銷售量 再稍微往上加不少 至少會到接近三成 不僅特斯拉 一樣要打價格戰 還有現代汽車旗下的 IONIQ 5 6 全車系從11月起降價10萬元 主打充電快 跟反向供電 豪華品牌 比如說雙B 奧迪等等 他們的價格 基本上都要200多起跳 200萬以內的選擇 還真的比較多 電動車嗎 80萬左右吧 價格多少嗎 大概跟現在休旅車 100萬上下 或許可以考慮吧 200萬內的電動車 不僅選擇較多 市場接受度也較高 彈開各大品牌來看 KIA的EV6 主打反向充電 跟快速充電 售價166.9萬元 福特MkE189.9萬 比同級車 有更加的馬力表現 納智捷N7 售價更是在百萬以內 後座空間大 可以坐到7人 200萬以下的電動車市場 佔於密布各大廠 卯足全力搶商機 取決新聞 十五三一節 台北傳報道 另外出遊 想要舉辦營火晚會 但是卻忘了要注意生態的保育 這是屏東小琉球之名的 網美景點 叫做網美老木 那麼有民眾在沙灘上起火 那麼火光搖曳 大家飲酒作樂好不快樂 可是殊不知 這裡可是海龜產卵的地方 而且呢 隨意的燃燒漂流木 其實有觸發的疑慮 公告地區都是不可以生火的 好我們等一下把它弄些 可能要麻煩你們先來弄些 好 謝謝 謝謝 小人球秘境 網美老木沙灘上 年輕人放音樂升營火 海巡人員接獲檢舉 上前勸阻 他們說不知道 沙灘上不能生火 這個有關地區保育的問題 好 OK OK 好 還好經過勸導 他們趕緊拿沙子把火弄洗了 這是發生在10月29號晚間 10點左右 十幾名年輕人聚在沙灘上 拿漂流木升營火 儘管當下緊急熄滅了 但仍在沙灘上留下暗黑交叹 除了有愛觀瞻之外 也有一定的危險 由於小琉球是海龜富裕的聖地 沙灘更是產卵的重要地點 這樣的行為更讓人憂心影響生態 真的不要在海邊玩火 然後還漂流木 這樣真的很危險 如果發生火災就不害怕 玩火的部分 你不覺得這個行為很不可取嗎 因為實在真的很危險 傷害別人其實也傷害自己 然後更傷害了我們的大自然 其實三年前的9月 網美老木祕境 也有民眾前往沙灘烤肉 留下垃圾沒帶走 木炭也未完全熄滅 當時村長忍不住PO罩呼籲 其實如果勸導不聽的話 是可以開閥的 安全及保育起見 沙灘不能生營火或烤肉 彭管處也遇請民眾 共同維護小琉球的生態環境 TVBS新聞 葉鳳達 屏東報導 10月中南投仁岸鄉 發生了檳榔灘的縱火事件 後來警方清查 原來這中間牽扯了情財仇 這個檳榔灘的老闆娘呢 其實他表示 其實他的前夫跟他有財務 跟子女撫養的問題 那麼根據了解縱火犯 是一名理性男子教唆的 所以呢因此現在 這名理性男子也已經道案說明 雖然他失口否認涉案 但是警方還是依照公共危險罪 將他喊送 晚上六點多一名頭戴棒球帽的男子 沿著檳榔灘的店門口 招牌周圍開始潑灑汽油 整罐潑完之後男子蹲下 烘的一瞬間火光四起 馬上起火燃燒火勢猛烈 這個燒過去出事 檳榔灘不斷竄出煙 整間都還在燜燒 火煙還差點波及到後方民宅 消防隊到場馬上布水線降溫 當時直接火警 幸好檳榔灘打烊了 但縱火犯相當囂張 晚上六點多犯案 還有募集民眾看到縱火過程 疑似是年輕人 就上了一台白色的車子 隨即往福利的方向逃走 周末葵葵下縱火 警方在十月十九二十號 待到了兩名嫌犯 一名是成姓男子負責縱火 另外一名黃姓男子負責開車接應 製作筆錄時 兩人都公稱是受到 一名李姓男子教唆去縱火 而這位李姓男子的身分 就是檳榔灘老本娘的前夫 檢警查出李姓前伏和檳榔灘老闆娘 有財務和子女撫養的問題 但警方表示 李姓男子道案製作筆錄 時口否認涉案 目前證據也還無法指向 他就是教唆者 但還是以公共危險罪嫌 寒送地檢署偵犯 TV主持人陳家貴 南投報導 有遊覽車司機行進新竹北埔 路況不熟 自撞電線桿 導致附近居民停電了 開在路上眼前一七七一片 車越開越偏 直接跨越車道 等到駕駛揮過繩 已經為11萬 直接朝電桿撞上去 1號清晨5點多 伊朗遊覽車駕駛 行進台三線83公里 新竹線北埔路段 疑似路況不熟 恍神自撞電線桿 還造成附近住戶大約勿施互停電 自撞事故同一天不只一起 在宜蘭縣三星鄉三星路 早上10點多 1米27歲核心駕駛突然橫衝直撞 朝路樹撞上去 不只瞬間塵土飛揚 引擎也整個掉落 強力撞擊造成車頭全毀 零件四散在馬路 怎麼會撞得這麼嚴重 駕駛這麼說 駕駛自身因閃避動物而致狀入宿 造成車廂嚴重毀損 駕駛臉部擦錯傷拒絕送醫 經酒測後酒測值超過法定標準 全案依公共危險罪 移情宜蘭地檢署偵辦 酒測值達0.49 檢視器角度沒看到 所謂的小動物駕駛這麼一轉 不僅臉部擦傷 喝酒上路也因此曝光了 台中發生了火燒車事故 車體後方有鋼瓶 載油氣體不斷燃燒 但是駕駛卻渾然味覺 等到其他的駕駛目睹看不過去 瘋狂的按喇叭示警 他才發現出事了 小動物駕駛邊受訪邊看著車子 他說當時是有人按喇叭 發現車子不對勁 他才驚覺車子失火了 在什麼東西 在河 船上的東西 在河 船上的東西 在河 船上的 船上的船上的船上 船上的船上的船上 火燒車事發地點 就在台中砂路區 中青路7段 靠近砂路交流道 11月1號下午4點多 當時正好是下班時段 車流量相當大 這起火警也造成附近交通 嚴重回堵 就一隻乙穴 然後一隻兩隻車子 叫他們小心 叫他們小心 警消表示火勢在十分鐘內 迅速撲滅 沒有造成人員傷亡 駕駛跑得快沒有受困 所信只造成短暫的交通回堵 至於詳細的起火原因 要等火吊人員釐清 TVBS新聞 蘇探瑩 許又翔 台中廠報導 您想找工作嗎 小新有一些詐騙的資訊 可能是幌子 新北社知名的幼兒園 在詐騙集團看上 冒用他們的名義 在網路上爭財 但殊不知 通通都是假的 會引導到你們 去一些投資的平台 而現在至少有六名的被害者 臉書看到偵才趕快私訊 結果竟然落入全套 詐騙集團以幼兒園名義偵才 學校資訊甚至電話都一模一樣 民眾完全沒有起心 填完簡單的履歷 沒多久卻說 很快就說不好意思已經滿了 但是其實我看到那篇文才PO 29分鐘 我想說一天都沒有過 他到底是怎麼應徵上的 然後他就說他要幫我助據 有直確在跟我說 可是講完之後 他就有問說有另外的兼職 大概一萬出頭時間是彈性的 問有沒有興趣 就是這舉動 露線還不只這樣 如果表示有興趣 就會開始一連串詐騙手法 他就會跟你收2000塊的押金 然後收了之後 他又會把你加到了一個群組 那個群組好像就是也是詐騙 滿多人都有受騙過的 而被冒名的幼兒園也很困擾 這個是詐騙計畫 因為我們今天有接到很多那個電話 然後就被別人 就是利用學校的名義 幼兒園聲明 有直確只會發在真材平台 而事後當事人發現是詐騙 趕快發文提信 結果竟然有五人以上陸入陷阱 還好當事人發覺異狀 即時打住 只是用求職當幌子詐騙 越來越多 有些還用大公司或金融機構名義 亂香打鳥寄信箱通知面試 根據刑事局統計 今年截至九月求職詐騙有497件 民眾想找好工作還是要小心 只要談到投資交出帳戶等等 可別請詳信 TVN新聞室學員身份新北採訪報導 美國萬聖節當天氣溫突然激動 大幅度的降溫之下 各地陸陸續續傳出了寒潮的災情 而萬聖節這一天也有很多人玩過頭 不僅導致塞車還發生了事故 美國芝加哥萬聖節降下出雪 但這樣的下雪天卻隨處可見 若是移民衣物擔保不斷發抖 缺乏避寒的地方 愛心志工因此送來咖啡和熱巧克力 芝加哥寒冬才剛開始 已經有不少移民冷到生病 不知芝加哥全美各地逐漸感受冬季氛圍 將近2000英里的範圍籠罩在低溫下 不過寒冷天並不影響民眾想過萬聖節的心 從智庄到買糖果 美國民眾萬聖節花錢不手軟 更有人不顧危險 半程今生尖叫中的殺手 站在車頂中 阿拉巴馬州也發生討糖果到一半被車撞的意外 Halloween is what we like to call the confectionery industry's super bowl 但今年通膨也導致糖果變貴 統計顯示過去12個月 美國糖果和口香糖價格上漲13% 主要因為可可生產國象牙海岸天災暴雨 產量減少 以及印度及泰國乾旱拉高糖價有關 點新聞 綜合佛島 而時間已經接近年底了 2024年的曠寧演唱會 你想好要去哪裡了嗎 而今年各地的卡司 通通都還在積極籌備保密當中 而盧廣仲也是保密到家 他說絕對會陪大家一起跨年 而另外一方面 今年台北市跨年已經確定有 許家瑩 維里安用好歌聲陪伴大家 我們從棉花糖變棒棒糖好不好 轉了老半天舉起來的棉花糖 看起來像跟熱狗 笑翻眾人 也讓旁邊的阿育阿嬤笑得好開心 歌手盧廣仲一號出席公益活動 主題是要陪老人家一起變老 照顧年長家庭也讓他想起阿嬤 我家裡我爸媽也是快要七十歲 然後我阿公也是九十多歲 所以這個老老照顧的這個 這樣的事情也是發生在我自己 以及我們每個人在未來都會面對到 不只公益做好做滿 小隊長也剛從新加坡開唱回來 緊接著12月又要飛往澳門 讓他直呼喚季時節 喉嚨都有點不舒服 最近感冒好像都是喉嚨型 所以我自己最近喉嚨也是滿不舒服的 而年底將近 去年在台中開唱的小隊長 被問到今年跨年場究竟要在哪裡唱 他的笑說要大家好好期待 會一起迎接新年 會工作 會唱歌 然後對 希望可以在這個 歲末年初這個時間點 可以用好聽的音樂 分享大家一起度過 全台跨年卡司陸續公佈 台東有人氣樂團告舞人 還有景曲歌後魏如萱 張正月等等 而台北場首播也揭曉 我喜歡我們的不激情 第一波公佈 景曲歌後徐佳瑩要用實力唱功 擄獲大家 還有去年也在台北的維里安 也再度被邀請 景曲歌王赫什還有馬斯卡 也在首播名單之內 IT Boy金智男孩也在 網友就直呼這次含金量超高 就快到了2023年的尾聲 趕快觀望喜歡的藝人在哪裡 跟歌迷們一起迎接新的一年 TVBS羅世鵬 林韻文 台北常常報導 再來要帶給觀眾朋友 這個令人覺得遺憾的消息了 曾經導過下一站幸福等知名戲劇的 導演金鐘銘導 陳惠玲金傳 在今天下午10分 於萬方醫院此事 享年48歲 而目前他的好友 針對這項消息已經出面證實了 那麼根據好友的說法呢 陳導演是發現自己罹患了子宮頸癌 雖然有積極的治療之下 但是非常非常不幸的 最後還是病逝 而目前呢他的臉書更新 是只停留在10月份的照片 但是從臉書社群上面的照片看得出來 其實陳惠玲他已經明顯消瘦了 而過去呢他的事業可以說是非常傑出的表現 33歲就拿下了金鐘獎的最佳導演獎 拿過5座金鐘 沒有想到2013年罹患了子宮頸癌 但是多次努力抗癌進出醫院 他都沒有放棄治療 在土耳其發生地震的時候 他也曾經前往災區救援 再來帶觀眾朋友來關注到的是體壇的動態 這是美國職棒大聯盟世界大賽的第四站 德州的郵寄兵隊對戰了響尾蛇隊 最後以11比7擊敗了響尾蛇隊 球迷非常的開心 而目前呢郵寄兵隊呢 也取得了聽牌的優勢 MLB世界大賽第四站 郵寄兵隊打線大爆發 超強火力碾壓響尾蛇隊 二局上的賽米恩清空擂抱的三擂打 加上接棒的強打席格貢獻了兩分炮 現在郵寄兵隊到右邊的角落 回到後面的角落 再打了 再打了 Corey Seeger再打了 單局完全打擊攻下五分 將比數以5比0拉開 到了三局上郵寄兵再度滿壘 先是檢考司機二壘安打 現在郵寄兵隊打球 再打左邊的角落 再打球 打球 打球 賽米恩一擊中左外野的三分炮 同時也是季後賽守候用打下五分 郵寄兵連兩個半局 比數10比0 徹底拉開 中場郵寄兵以11比7 4分之差 擊敗對手 10場全勝 寫下大聯盟季後賽紀錄 更以三勝一敗 取得停牌優勢 距離隊史第一冠 就差 最後一場勝利 有趣的是正值萬聖節當天 球迷們特別扮裝 經常看比賽 這一隊最吸睛 扮裝成今年最紅的情侶黨 月壇天后泰勒斯 和他的足球明星男友凱爾 NBA馬刺超級壯元斑馬也瘋半裝 他以224公分的身高 手臂展開240公分 驚人的身材天賦 扮成知名的都市傳說妖怪 受常人也引來不少話題 TVBS新聞總報道